各位同學 這段文字 這是地形篇 剛剛講行軍篇 我跳到這個 九地篇 現在回到 地形篇 行軍地形九地 這個是地形篇 當然沒 進步求民 退無必罪 為民是保 立合於主 國務之保隱 將領最高尚的品格 修為是這樣的 今天哪一個國家的 政治人物 政治領袖是這樣的品格 有這樣的品格 才印的剛剛所講 將軍之士 禁優正義制 對不對 禁優的解釋是什麼 深水沉淨 為什麼 因為他深層厚重 深層厚重 為什麼是第一等人 你現在知道 你要了解 為什麼深層厚重 是第一等人了嗎 深層厚重的人 他才能夠扛得起重大問題 他因為蹲在一個 很安靜的 美光燈照不到的地方 沒有人知道你做了多少事 可是你胸懷什麼 胸懷的是 敬不求民 退伍必罪 為民是保 立合於主 真正是國家的寶貝 他一旦 當上的最高領導者 當上的縣市長 他沒有想著要連任 他只想要做什麼 我 既然老百姓選我 我好好利用這四年 解決我認為重大的問題 不要問題一直拖下去 這才是不辜負人家把票投給我 你知道嗎 韓國的總統就是這樣的一個思維 所設計出來的新的制度 他們以前也是一樣 就是可以連任 後來他們修憲 把他修成什麼 只要你選當總統 絕對沒有連任的問題 每個人只能當一任 但是一任五年 你看韓國的總統一任就五年 不可以連任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避免什麼 有人一選上以後 第一任的就經常想到第二任 所以前四年不斷做很多傻事 做很多笨事 做很多美光燈 看得到的事 可是對老百姓 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不是真的 真正解決問題的事 因為你真正解決問題的話 難免會得罪人 那媒體又不報導 所以對你下一任的選票沒有幫助 所以你的國家資源 就是被扭取了 被措置 這樣對國家是不利的 所以你看很多民主國家 包括美國 一樣很多那種深層求委的問題 他根本不能解決 所以只好不斷人家延續下去 問題一任丟給下一任 何時才要出現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一種品格的掌握權力的人 不管在軍隊裡頭或是國家裡頭 這樣的人是什麼 禁不求民退不避罪 唯民是保立何於主 才真的是國家的寶貝 這樣的人不在乎媒體爆發他的時候 不在乎民氣 不在乎他的選票 同學你知道嗎 不在乎民生 今天誰能不能把這個民生把它丟掉 我既然當上了縣市首長 我只做一任 我好好把我任內應該做的事 好好去做應該做的事 取締沙石車 不許再給我倒挖河川那些泥沙 對不對 把我縣市裡頭有的一些淤積的一些水庫 想辦法把它弄好 讓這個水庫的說明能夠延續個20年 延續個30年 這才真正在對老百姓解決問題 哪個縣市首長願意解決這個問題 是不是 把每一條河流清乾淨 有哪一家廠商在丟這個污水到河川去重罰 而且確切解決這個問題 讓這種事永遠不會再發生 有哪一個縣市首長真的解決這樣的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教育的問題 是不是 每年都要去炒怎麼樣去入學 每年都在炒這個問題 可是 有哪一個首長願意下一個破例說 我好好把這個問題 一老有命把它解決 都是一任 負一任 不斷把問題留給下一任 所以永遠炒過完 算得那麼難嗎 一個小小的國家 238那麼小的一個國度裡頭 都問題都解決不了 是吧 那你說人家那麼大的國度裡頭 人口是你多少倍 所以已經形成帶來一種印象 政治是不可控的 因為政治人物不是要來解決國家問題的 政治人物是一種賺錢的行業 變成是這樣的一種認知 這國家政治當然就沒有什麼前進 主要就是因為什麼 找不到這種人 可能偶爾有這樣的人 可是這樣的人在這樣的國度裡頭 他不要承受一些罵名 或是承受一些冤枉 他不能得到太多個人的好處 可是這種人事實上是什麼樣的人 他根本不在乎 他進不求命 退不必罪 他心裡一直想的是保家衛國 這種人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那我不知道 你一個國家的政治有何可惜 這種人是什麼樣的人 是不是剛剛所講的 將軍之事 敬以憂正一事 如果你人生是追求民生 追求看得見那些美光燈 追求的是那些個人的利益的話 你就不要從事公眾事業 你到一些企業去賺錢去 可是如果你的生平的志向是真的為了解決國家 或是解決公眾人的事物 他們說現在有一種compromise 就是走社會企業 財務能夠自主 可是也能夠鎖定某一塊社會問題 透過你這個企業去解決某一些社會的問題 那你就會擁有一個社會企業的一個利益 對吧 現在這個compromise 應該有不少人去走社會企業吧 你們有沒有論文 說出論文在研究這塊 社會企業 那一旦你走這樣的公共事務的話 如果沒有這種情懷的話 那還是一樣啊 問題連覆一連不斷地丟給後面的人 各位這是什麼樣的人 各位同學 這是什麼樣的人 這樣的人其實一旦曝光的話 是非常感人的事 像台東那個賣菜 那個叫陳什麼 陳數局 陳數局他也不是當官的 可是為什麼媒體一報以後 大家都好感受 為什麼讓人家很嚴重 因為他 他雖然不是什麼官業 談不上什麼為民事保 談不上什麼退不避罪 進攻求民 可是呢 你可以想想看 他所做的事 不是相當於這種情懷嗎 還有在高雄市大公路 就離我們學校不遠的地方 去年才剛有一位老人家過世 他家很有錢 他賣了七棟房子 七十幾歲的老婦人 他把他一輩子累積的財富 一棟一棟不斷地賣掉 因為他在辦一個事業 你們知道嗎 十塊錢的便搭 十塊錢的便搭 然後多年來就在經營那個 一個小飯店 對不對 後來他過世了 你看媒體一報的話 大家都不能改 反而都是這些民不見精壞的小老百姓 在做這種 敬不求民 退不避罪 為民是保 利和於主的 國家的寶貝的職務 而這種人都已經被人家歸類為慈善人士了 可是為什麼我們在軍事 軍事 軍事 政治上頭 找不到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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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種人出不了頭 為什麼這種人出不了頭 這個何該我們這個社會倒楣啊 為什麼真正願意 願意為民是保 利和一組的人出不了頭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吧 但是老百姓 你既然走民主的話 老百姓應該培養這樣的眼光 去辨識 媒體應該幫助大家辨識 所以各位如果真的要去當一個 當一個解決問題的人的話 事實上呢 你應該想辦法把這些東西丟開 把名啊 把名氣丟開 可是沒有幾個人可以這樣去想 但是做一個將領來講的話呢 進不求民 退不避罪 為民是保 利和一組 這才真正國家所需要的寶貝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將領呢 這是什麼樣的將領 你說這樣的品格 你想到了什麼 如果你用兩個字來形容的話 這是什麼樣的將領 你們都沒什麼感覺 首先說 大家其實對這一塊很陌生 因為我們所處的國家裡頭 好像 好像我們不期待 有這樣的人出現 如果我們不期待這樣的人出現的話 你就不要期待台灣會強盛 台灣會是可以被人家喊 我們有什麼願景 我們有什麼國家方向的 只能夠過一天算一天 直到有一天 自己把自己國家搞沒了 我說的話 應該有這樣的人出來才對啊 去年 柯文哲為什麼可以大聲連勝文 為什麼捲起一片風雪 一片風雨 就是因為大家認為他應該是這樣的人啊 看到沒 為什麼那麼多人投票給他 就是因為他認為 大家認為他應該是這樣的人 這樣的人叫什麼人 把白色圍牆推倒的人不是嗎 不是很多人都很欽佩他嗎 包括很多男影的人都很欽佩他嗎 認為他是這樣的人啊 進不求民退不避罪 孫子講說這樣的人是國家的寶貝 為民是保立何欲主 什麼時候找到這樣的人物 其實這不應該是個奢求啊 你享有那麼大的權力 國家的資源怎麼交到你手上 當一個參謀總長 當一個什麼國防部長 當一個什麼長 你本來就應該這樣做不是嗎 這也是社會對一個 擁有那麼大權力的人 應有的期許 本來就如此 可是現在變得是 好像是 大家聽了以後會想睡覺的 會覺得這好像不像在台灣 好像這是 只是應該天上才有 人事現場都應該有 泡泡李光耀 那李光耀呢 你覺得李光耀是天上才有的嗎 也不像要求到 像聖人那種地步吧 李光耀為什麼為新敲波克人 那麼樣的推崇他 那麼盡量他 好不好 談一下李光耀可不可以 你覺得沒有這種人嗎 看看 符不符合啊 符不符合 為民事保 各位同學 別的不用講 就講這四個字就好 全心全意 只想要 保護人民 請問擁有權力的目的是什麼 你選上了總統 選上了縣長 選上了市長 唯一的目的是什麼 告訴我 不就是這四個字嗎 為民事保啊 是不是 沒有這種人嗎 有啊 李光耀牧子得到 新加坡人的擁戴 跟愛護 他死的時候 你看成千三萬新加坡人 沿路 這樣去 哀悼他 看了以後你都很感動 不是沒有這樣的人啊 對不對啊 這不應該 不是人之間 有的事 所以回到行軍面上我來講 兵非易多也 唯無無盡 足以病例料敵取人 問題是 病例那麼簡單嗎 病例很不簡單 病例是內部政治的問題 料敵是什麼 料敵是情報 了解敵人 判斷 謀劃策略的問題 取人是什麼 執行力的問題 所以說穿了一個領導人 其實就是這樣子 對內要能夠病例 對外要能夠料敵 然後整體而言 必須要能夠實現 要能夠執行 就是三件事 那孫子你看 用很簡單的 惡藥的這個文句 就講 降臨的事 不過是三種 病例料理取人而已 打仗的事 不需要靠人多 不需要冒險 不是說不要冒險 不要魯莽行事 所做的事 不過就是三種 那如果沒有深謀遠慮 而清理的話 必情於人 所以任何事業 你可以了解 包括政治 包括企業經濟上 我們一切的事物 都可以適有親近 如果適有親近 無慮而親近的話 必情於人 這個是水深 水的深淺的問題 是各位同學領略的問題 知道嗎 這就是孫子兵法 所以你讀孫子兵法 閱讀的話 你會發覺 其實孫子 是一個不喜歡張揚的人 他對於降臨的要求 其實這個降臨必須要是很沉浸 要常常能夠思考重大的問題 思考重大的問題 想要解決重大的問題 那一心一意只想的是 保民 保護人民 一心一意想的是 國家要那麼強盛 這才看得上 國家賦予給他 那麼多的權力跟資源 這才是真正國家的寶貝 降臨要當這種人 現在如果你不是當公家事務 你在一個公司裡頭上班 你想要讓公司能夠賺錢 能夠真正達到所謂有序經驗 他也要相當程度要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能夠做大事 能夠看得起重擔 所以才說 深層厚重是第一等 累落豪雄第二等 聰明才變 口才很好 很亮 美光燈問他 哇他對答如流 很會溝通 很會講話 第三等 好 像是我們一般的 的概念 好像正好相反 口才很好 為國中應該低等人才對 這種人應該當總經理啊 你們覺得呢 各位同學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累落豪雄 哇人脈非常寬廣 所以可能從問題碰到他 他都可以解決 累落豪雄 可是有一塊 是大家現在很容易輕忽的那一塊 就是誰能夠深屍 然後深層 深層他能夠幽靜 才能夠深邃 然後去深屍思考 如何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厚重 即使忍辱 即使人家污蔑他 他一樣能夠忍得住 能夠沉附著重大的壓力 他都還能夠晚上都能夠睡得著 還能夠一段時間後把問題解決 這樣的人叫什麼人 叫深層厚重 才能夠真正解決重大問題 那是因為 因為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想法 跟大家不一樣 所謂深層不一定是沉默不語 所謂深層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的深屍 他深思 他能夠沉思而淨碎 好 思路 思路 還是什麼 內斂 內斂是沒有錯的 就剛剛所講的 你能夠深邃而沉淨 為什麼要深邃而沉淨 上一次不是跟各位講 你想要創業一定要什麼 你想要創業一定要什麼 要心要創業 只有深層 靜思 然後你才能做深度思考 深度思考 才能夠解決複雜重大的問題 對 當然難免會 因為他大部分時間又在思考問題上 所以你看李光耀 他雖然口才也非常好 很雄便 可是他把大部分的時光都是在思考 如何幫新加坡找出出路 解決新加坡的水的問題 他的水的問題居然還可以賣水 還可以幫 他可以把海水把它淨化對不對 煉成淡水 他當然必須要到國外 或是找了一些這種技術 使得新加坡變得可以提供水 還可以賣回給馬來西亞 你知道嗎 一個小小的淡丸之地 人口不夠幾百萬五六百萬 就是因為有一個李光耀 可以長期解決新加坡長治久安的問題 這種人 你覺得他有時間花一天到那邊講話 然後跟人家巴黎巴黎搞了很多這些人脈嗎 他重大的問題 他需要花腦筋好好去深思 可是我當他說服國會的時候 他是可以雄便淘淘 面對其他國家的重要領袖的時候 他可以為新加坡可以規劃出長遠的戰略計畫出來 怎麼跟人家在世界的場合上 一下長團 幫一個小小的國家去找什麼 找他的戰略要素 這種人 國家的寶貝 而這種人一般來講都是什麼樣的人 他一定能夠深思 然後厚重 然後承擔了重大的人 講這一塊 另外 是要請各位同學能夠建立起一種 比較正確的一種品味 因為我們台灣 因為在媒體的煽動之下 我們台灣很多一些古老的 正確的 長遠的 經典的一些品味 都慢慢流失掉 所以我今天跟你跟你講 深層厚重是低等人 磊落豪雄能為結交朋友一杯千醉 千杯不醉 是不是 然後可以交很多朋友 一杯千醉也可以 是不是 這樣的人 哇 這種人四海豪傑 很多人都是他的body 那還有一個人是什麼 口才非常好 我告訴你 口才非常好的人 一般來講 他把很多的他的腦力 很多的潛能都用在口才上頭 可是他講的跟他做的一致嗎 他是不是花了很多的時間去修飾 讓他自己成為美光燈上頭的寵人 可是反而他應該靜下心來去解決問題的 這方面的能力 他反而清除掉了 所以這種人呢 古時候就見過 可是這種人呢 導致說 他不能夠有大用 他可能只有小用 就是當公關很好 可以當宣傳很好 對啊 都是這種人啊 可是名嘴 你如果他批評人家口口是道 那你把一個現實交給他的治理 你跟他的治理怎麼樣 常常我看很多人在批評人家說 你去當天看嘛 對不對 你交給他當 你看他當然沒得到好笑 你才有這個獎人家啊 是不是啊 領導人他有一個特質 他就是要具有一個執行力 因為如果策略再多的話 沒有執行力 他就是一個空派 那領導人這些特質的話 這本書他有講 第一點 好 我們來想一想 跟孫子冰華講的很多都是 都是有參考 第一點 他說的是了解自己的公司 這個了解自己的公司 我們知道公司或者是國家 你面對的內部環境外部環境 還有你的公司裡面 你國家的競爭優勢 這一點你當一個領導人 你都必須要了解 第二點 就是說 比如說 處理最重要優先的目標 只有一兩項 你沒有那麼多的經濟 天天的話去到國小 或是到哪裡去演講 或什麼 你應該是把處理國家最重要的 優先事物的一兩項 把你的注意力關注在這裡面 第三點 就是說 發現問題 發解問題解決問題 然後 發現 親自發解人才 第四 設定的話 設定目標 追蹤進度 還有一個就是賞華分明 這幾個這一點的話 我常常把這本書裡面 弄來判斷說 我們現在的領導人 結果發現很多很正確 有的人講的頭頭四道 有很多 他有很多策略方法 但是他卻沒有在這裡面去追蹤他的進度 甚至用一種賞華分明 所以在這本管理書裡面 他就講 他說 一個領導人 一個執行力 必須要把人眼的流程 就是說對的人在對的位置 還有策略 策略就達到目標的一種方法跟手段 還有營運 就是說 你的國家 你的公司 你要那個目標 你要達到的那個目的 你要把這三個鏈結起來 這是領導人最重要的事 謝謝 謝謝 我問各位一個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我現在請教各位一個問題 好不好 談到這個當口吧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認為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有沒有誰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台灣的問題千頭萬須 我請教各位 你認為台灣最重大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人 花權力 既然是最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沒有花最多的人力 最多的資源 最多的心思 最多的腦力 去解決最重大的問題 有沒有誰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們是國家的精英啊 你們至少在一個很好的國立大學裡 你們是碩士 是不是 忽然你不認為你自己是精英 可是至少你是 Top10 Top10% 對不對 請問 如果你們都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那請問台灣重大的問題 就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注意 然後每天被各式各樣的問題 佔滿了我們的腦袋跟心思 然後這最重大的問題是什麼 有誰去花心思 去釐清什麼是台灣最重大的問題 又有誰去想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整個國家 各式各樣的人 熙來攔網 每天到晚就是吵吵鬧鬧 然後呢 每四年就要開始全員動員一次去投一個什麼票 是不是 然後選出來的人 到底又解決了什麼問題 四年又呼過去 又四年 四年又過去又四年 二十年前留下的問題今天解決了沒有 水的問題已經拖了三十年四十年了 解決了沒有 你什麼時候看到台灣重大的問題 不要說很重大 哪一個問題解決了沒有 我的看法悲哀的就是 從來沒有一個重大問題 真正獲得了解決 現在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叫做全民建保 全民建保是台灣所有的公共設施發動 最成功的 最為世人所侵限的 美國人都還來 到台灣來來學 全民建保是怎麼搞的 現在全民建保 幾乎崩潰啊 岌岌可危啊 有沒有 大概在十年 再這樣下去 就會垮了 那更不要講那些什麼 工保啊 勞保這個東西 哪一天如果垮的話 請問那些參加勞保公保的人怎麼辦 他退休心沒了 他沒辦法越領啊 那他是靠什麼維生啊 對不對 誰解決這個問題沒有 沒有人在乎啊 這個都不用踩 這只是一個影子 我要問各位問題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你可能不會感覺到這個東西的緊迫性 我問你什麼是你最重要的問題 你大家就知道了 什麼是你每一個人生命當中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你花多少時間去解決它 那我問你這個問題就好 你可能就會感覺到 欸什麼是我最重要的問題 說不定這樣這個問題 你突然沒想過這個問題啊 什麼是你最重要的問題 你花多少時間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現在我把 提升到國家的格局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你沒有想過 華人關係這個問題 少子化 蛤 你覺得是少子化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還有沒有 少子化的問題 你沒有看到誰解決啊 我都是前日看到有幾家公司 像鴻海 像台積電 鼓勵他們員工 還有電話費也是 我的員工 如果有人生了小孩子的話 我給他7萬塊 我看了以後蠻難問的 是啊 結果台積電報了說 台積電啊 這個政治出來後 哇 台積電一年喔 生了好幾百個嬰兒算 台積電 張作弘鼓鼓勵 台積電員工 努力生產報國 你知道嗎 我看了以後覺得 哇 台積電了不起啊 鴻海也不凡多辣 波台也列出 誰我員工生一個孩子 我給他幾萬塊 而且花了很多的津貼 對不對 年花費也是一樣啊 你們公司有沒有 你們這些在外面上班的同學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你敢生啊 不太可生了 回家靠自己了 對不對 那當然大家都不願意生啊 你們說少子的話 OK 這是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沒解決啊 只是零零欣欣欣欣小短打 不是一個權力導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是最重大的問題 你覺得呢 我覺得是教育 教育是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沒有辦法交出那樣的人 沒有辦法交出那樣的人 所以老師應該還是在 我覺得老師的可能就是為了要交出這樣的人 我不敢說交出這樣的人 我絕對不敢 但是我只是提醒各位同學 你們要有一個正確的一個品位 你們的品位不要被台灣的媒體給污染 台灣的媒體啊根本就不是媒體 媒體應有的本事是什麼 能夠公正正確的報導客觀的事實 這是一個 他天氣地應該做事 第二件事 如果你要評借一件事 評評借一件事 你應該客觀公正的去評評 正反兩面都應該報導 台灣的媒體 基本上已經是不是媒體 他親呼了 他根本不足以擔任第四權的角色 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是吧 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哨子化問題 教育問題 還沒什麼問題 你們覺得什麼是最重要的問題 台灣的歸屬 歸屬的 什麼叫歸屬 講清楚一點 講清楚一點 你的問題是什麼 什麼叫台灣的歸屬 就你到底是 你到底是要合在一起還是要分開來 因為大家在一直要處理的這件事情 就是到底要分開來還是要合在一起 對啊 那有很多人想要分開 也有很多人想要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什麼現在 為什麼這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 你錯了 因為我覺得只要 只要同時有兩大群人想要分開跟合在一起 那對現在這塊土地就不會有任何感 對啊 因為像你身旁就是有一大群跟你搶到 應該這樣講 這個國家就會分裂 就不會團結 應該這樣講 對不對 因為這兩條路線是背裡的路線 那國家就會來源北側 好 這是你的想法 同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就是最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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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那有比這個問題還更嚴重的 更重要的問題 什麼 什麼是比這個問題更重要的問題 十安的問題 十比安的問題 還沒有 人才留不住的問題 還沒有 你覺得 媒體很重要的問題 媒體是國家的視聽 耳目 耳朵被蓋住 耳朵被塞住 聽的東西都聽了一些 不是很清楚的聲音 眼睛呢也是一樣 什麼是台灣最重大的問題 美國華人帶了假面具 這是很根本性的問題 全世界是不是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想說 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什麼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問題 忘記自己的本身 忘記自己的本身 這個是比較深遠的 跟人性的問題的關係 這是火片 全世界只要任人都會有問題 你覺得什麼是國家最重要的問題 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貧富不拒的問題 這個是全世界都有的問題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啊 競爭力的問題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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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密所的就是財富 怎麼樣各富有 經濟發展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 對啊 就是很多電視台都是中資的 是 是 OK 好 還有沒有 你覺得 什麼是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是 OK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你可以問 就是政客太多 政客太多 這樣的人好像沒有看到 是不是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哪一個 哪一個 就是 統獨的問題 統獨的問題 因為其實 OK 那這個問題跟食安問題 比起來哪個比較嚴重 哪個比較重要 跟經濟問題 比起來哪個比較重要 好好近思 好好內心 心 深層一點想想看 這個問題跟食安比起來 跟教育問題比起來 哪個問題比較重要 比較根本性的 你們想過沒有 他講的不錯 他居然可以跟兩岸問題 跟食安把它扯在一起 你看 你覺得扯了有沒有道理啊 這個問題跟經濟 扯不扯得上關係 可以扯得上關係 所以你們同意他的探訪嗎 還是不同意他的探訪 你們覺得呢 什麼是台灣 你覺得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資源的問題 水跟電 水跟電 水跟電的問題 台語是誰要講的 我是想瞭解 你們認為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台灣之間的單位 是專業的問題 因為台灣不重視專業 不重視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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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問題 各位同學 你只講一個 什麼是最重要的問題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誰在花時間解決最重要的問題 新加坡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新加坡最重要的問題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人民 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競爭力 競爭力 什麼是最重要的問題 教育 教育 還沒有誰要表示的 什麼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你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他們幹嘛跟我們同意 是不是 所以我們台灣是不是想太多了 我們一直提供到他們是落伍的 我們是進步的 他們是極權的 我們是民主的 我們是better 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你們平常也沒想過 什麼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就如同新加坡 什麼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問題 新加坡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五十年以後 這世界上 能然有一個 非常 蓬勃發展 國家充滿希望的一個國家 叫做新加坡 台灣最重要的問題是 台灣能不能夠團結起來 一切如果不團結的話 食安問題解決不了 我告訴各位 教育問題解決不了 因為永遠有人在跟你唱反調 為了是什麼 為了是選票 所以為反而反 這是必然的 今天不要說哪一個黨在執政 另外一黨執政的時候 他為了選票 為了下一次把政權奪回來 對不對 沒有什麼問題不可吵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 台灣最重要的問題是 要團結 台灣 台灣 沒團結 那台灣為何不能團結 我個人的看法是同意 剛剛施孟從所講的問題 最根本的問題是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不解決的話 你們剛剛所講的 資源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食安的問題 經濟發展的問題 競爭力的問題 人才流失的問題 其實都是從那個最根本的問題 那邊做衍生出來的 你們想想看什麼 所以這個問題 如果一天不解決的話 我們永遠就會面臨 有兩種不同樣的心態 然後每個地方 內部的人 就彼此會有很大的矛盾 然後就不團結 不團結的話 就沒有道啊 道德是什麼 令你與上同意則也 永遠不同意嘛 永遠不同意的話 永遠就會 內部產生互相的 不是競爭喔 是互相的毀壞 是毀壞喔 我告訴你喔 是扯後腿喔 互相把你給拉扯下來喔 那是國家力量的損失 那國家當然就不知道要往哪邊 這是最重要的 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不是一個人能夠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現在已經變成全民必須要一起來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如果一天不解決的話 台灣就永遠陷在這樣的困境 那剛剛我們那個陳怡允同學都講的 這確實讓大家嚇一跳 我們永遠好像認為說我在上坡 可是現在 他們是連美國都叫板的人 台灣什麼時候你敢拍說跟美國叫個板 老美拿一句話下來 你不需要乖乖的 扶手撐成的 為馬首是在 你敢跟老闆 你敢跟老美拍個板 拍個板 跟他叫個板 老公一定到他叫板 有沒有搞清楚啊 這是我們台灣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 永遠都是有一個心態 就認為我們是 我們是比他們好 這是我們同學要深思的 我們什麼東西比他們好啊 其實真的拿出來現在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號稱我們是民主的 可是他們是不是認為我們是民主了 他們認為我們民主是什麼樣的內容 什麼樣的品質 而且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 我為什麼要實行民主 民主可不可以使國家更好 讓老百姓過更好的生活 這才是根本的問題 對不對 如果你實行民主使國家更弱 像今天的台灣 美國一樣啊 民主黨共同黨兩個國家炒到那個財政 那個稅收過不了關 差一點國家要不渡了 聯邦政府關門一百多天 你忘了嗎 老牌民主國家像 像英國現在不是面臨非常重道的問題嗎 蘇格蘭就要投票要不要獨立了 英國現在的經濟多慘你知道嗎 他因為慘所以要靠亞投行 要把他注入經濟的活水 很多歐洲的國家的問題 都是因為經濟的問題 所以四分五裂 希臘的問題 對吧 其實說是經濟問題 可是經濟問題的背後是政治問題 所以 我的認為是 台灣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統獨的問題 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 台灣 永遠都是在炒阿萬 所以人才當然就外有阿 你們剛剛講的人才外有 請問為什麼人才外有 你都問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教育搞不好 所以什麼是一個國家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 我告訴各位 政治是最重要的問題 政治不好 百業蕭條 政治不好 人民百姓沒有辦法安居樂業 國不泰民不安 誰能把政治搞好 國泰民安 即使風不調雨不順 也可以效法像新加坡一樣 法老闆 海水淨化 以色列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海水淨化 我水不夠 我都發展出新的灌溉方式 很專注的 定點的 把水注入到他住的地方 我可以生很多水 沒有水 我想法從污染水 把它淨化成為可以再用的水 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技術 為什麼國家可以變那麼強 很簡單 大家全民一心 大家全民一心就可以互相幫助 那那個力量是可以成為一百倍 一千倍一萬倍的 你今天全民是萬星 就是一百倍的力量 可以化為十分之一 連一都不到的力量 全民如果通通都是多條心的話 你的力量就四分五倍 這是最根本重要的問題 所以孫子兵法在第一篇 第一行他就開始跟你講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者也 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一切免談 所以打仗要爭取民心 講國家之間的競爭 講企業的競爭 根本就在打民心打士氣 誰能夠把民心聚集在一起 老百姓淡江飲水了 把一切的資源拿來給你軍隊 拿去打仗 大概一條心 沒有一條心就免談 知道嗎 我只是想 我講這個東西 不是要 國校去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幾乎可能解決 我跟各位講這個問題 是要讓你們有一個品味 讓你們去思考看看 我不是說我品味怎麼樣 我再告訴你 這才是最根本重大的國家 大家根本大忌 你不覺得嗎 人才外流 腦力外流 經濟不渡 不是都來自於這個問題嗎 請各位思考一下 你說想做的所有的問題 不是都從這個問題畫出來了嗎 那為什麼他在三十年前可以那麼強大 亞洲思想是手 為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年華 那個時代的時候 老師被聯繫 像你們現在的聯繫 新人 那個時候國家充滿希望 所有都有一個共同的方向 就是這個 我們出國留學是要科技報國 科學報國 拿博士回來包括國家 一切的發展叫發展臺灣民間 三民主義統治中國 你懂嗎 所以國家全民的希望跟力量 是扭成一條線的 是所有力量集中意志集中的 就往一個方向打 當然就打成亞洲思想人的手 現在是一條線 可以分出千千萬萬條線 而且線與線還互相交財不易 然後打鬥不易 寧可讓國家的法案通過 寧可讓整個國家停擺 也不可以讓哪個法案過關 這就是臺灣現在的這個問題 而這個現狀可能還四年還是繼續 八年還是一樣如此 請問要這樣停擺下去的國度 怎麼可能還會有前進 一切當然都沒問題 教育搞不好 治安搞不好 食安搞不好 資源搞不好 電源搞不好 水的問題 一切都搞不好 所有的問題通通都是政策問題 各位同學 想想看是不是如此 一切都是政治問題 是不是啊 你說人性的問題 哪個地方沒有人性問題 最人性問題 最人性問題 那是太根本了 就姑且不太 哪個地方沒有貧富差距的問題 所以貧富差距不是臺灣最根本的問題 哨子的話 全世界哪個地方沒有哨子的話 臺灣特別嚴重 所以哪個地方都有同樣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臺灣獨特的問題 那就是這個 這個根本的問題 你們看過怎麼樣 然後確實 我們交不出這樣的人出來 目前沒有一個人 有這樣的人可以 可以掌握權力 可能有不少人是有這樣的心思的人 可是這種人他沒辦法到位 全力沒有辦法到他手上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人 掌握權力的話 他想的是什麼 唯明是嗎 所以各位同學想想看 如果你同意老師的看法 把你的品味跟你的眼光 把它稍微擦一下 你想想看 這個才是根本今天臺灣最大的問題 然後想想看 你的想法 跟他怎麼樣去 不管在哪一個角落裡頭 都能夠有這樣的心思 這樣才能上去 還有你不要再以為臺灣是領先的 臺灣很多地方說通落後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國際消息 你現在沒有一個東西拿得出來 你哪個東西能夠讓人家扶你的 而且反而不然都是落後的你知道嗎 所以不要以為你還有優勢 臺灣已經沒有優勢了 好吧 所以這才是根本問題 政治問題 怎麼樣把這個問題解決 大家可能會一條線 所以你有這種認識的話 你現在到了一家公司去 或是家庭裡頭的問題 你就知道 什麼是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道人 令人 令人與上同一則也 其有若一 其有若一 像一一樣 所以正式上手就是建立一嘛 不要二 天無二日 廚房裡頭不可以有兩個女人 否則天下一定大亂 不是嗎 可以有兩個女人嗎 家就不成家了 所以老爸有事業就取小三 然後一房二房三房四房 到時候他的事業底就分崩離析了 四分五年 亡國不這樣垮 不就是如此嗎 所以為什麼那個喬家大院的喬奈方 後來他的立下加歸 不准取竊 是No.1 不准取竊 一看 哇 這個聲明大義 馬金青春 這才談得上常治久安 他才這樣永續經營 你說是不是 那個同學談得什麼問題 你看看 那孫子講這個概念 你看 兵非義多 不是靠人多 看什麼 看你有沒有辦法 病例 料理 取人 就是三個概念 三個步驟 然後這是上次各位同學講的 你要了解喔 你當了主管 你要了解 你的部署如果還沒有給你一條心之前 還沒有親付於你之前 他做錯事 你罰他 他會不服的 你不要認為說 按照管理規則第幾條 你違犯 所以我罰你 你不應該不服喔 很奇怪 他就是不服 這就是什麼 就是人性 那不服的話 你就很難用他囉 那如果更嚴重的是 部署已經跟你一條心喔 親付於你 你對他很好 他也很效忠你喔 可是他一旦犯錯 你處罰他 他就給你翻臉 有沒有這種情況 有沒有這種人 你有沒有遭遇過這種情形 或聽過這種故事 對不對 那這種人的話 孫子的說法是什麼 我告訴你 這種人 不可用 不是難用喔 是根本不可用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就不可用 你當主管的人 你要了解人的心態 為什麼這樣情況 就不可用 意思是說這個人 就要FIRE掉 想辦法離開 這種人 不應該在你團隊裡頭 你同意嗎 為什麼 公私不分喔 還沒別的說法 為什麼這樣就不可用 你覺得 這樣沒辦法繼續管 沒辦法繼續管 我今天罵你 你可以不服可以反抗 那我怕別人更不行 他們也可以不服也不可以反抗 只有一個害數很大 還有沒有 這個人已經 已經是你的中心鐵桿的部署囉 掏心挖肺的部署囉 你不可以處罰我 你處罰我 我就跟你翻臉 還有誰可以用啊 你懂的意思嗎 這樣的人都不能用啊 不能處罰 不能處罰的意思是 不能要求你 不能講做不夠好 不可能讓你更好 這麼鐵桿的中心的部隊 都這樣的話 對不起 再也沒有更好品質 部署你會用 所以 這個人非准 這就是見地 這就是眼光 這就是品味 這就是你要建立你這樣的一種認識 不能夠管教 這個人就不可能進步 更不要含虛心的問題 謙虛的問題 根本就不可能讓他們 規復你到這個團隊裡頭 就在講這個東西 幾個人用見地啊 幾個人看得到這樣的問題啊 所以這個地方我特別把它強調一下 所以你要管教一個人之前啊 你應該先給他恩信 不要輕易你當了主管以後 新官上任三把火 放著火 放著火就燒到自己 你應該先講話 我先講話 對我的部署好 建立起恩信 不要一開始講威信 要講恩信 恩信以嗆 恩信以嗆 才可能談到威法 恩信以嗆 還不能夠談威法的話 那這個部署的交過不可用 就這種概念 這裏有很多的見解 非常好的啊 所以你把孫子病發講的道理 把轉換成為在企業領導裡頭 你一樣可以看到很多的概念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句話 令之以文 其之以武 世衛必取 非取不可的人心 非這樣做不可的一種領導的方略 就是什麼 先用文德 這個文呢 講的是文德 人恩 政治 道 國家 這種概念 就用文的 用文德 來當作 一般的 就 就你要管理一個國家 你要管理一個選領的話 先用這個 先用文德 來治癒 然後其之以武是什麼 在靠 威法 法令軍紀 軍法這種東西 武就是指這個東西 在靠武 來整齊話音 在內心上頭 用於文德 來治癒 可是在行為面上頭 一定要靠 還是要靠 威法 法令軍紀 制度 紀律 來統一大家一致的行為 這兩個東西 缺一不可 而且要先令自己文 才能夠騎這一步 那平常如果令 就能夠行得通的話 來教導民 這個部署 平常就能夠這樣做 塑形的就是平使哦 啊 平常就有這樣的觀念 文化上頭 就有這樣的認識 養成這樣的風氣 跟習慣的話 那這樣當然 你跟他講什麼 你教他 管他 他當然會服 平時如果沒有這樣的文化 塑形不良 沒有辦法 行得通這套的話 你去教他 當然就服不了 所以這段文在講什麼呢 這段文在講平使 塑不塑形 平使是不是都能用文這套 說行得通 講平使 如果平時講話 文文德 人恩 這套東西可以行得通 啊 甚至你要靠武來整齊畫 也可以行得通 所以平時就能夠 術能夠行 平時就能夠行得通 而不是到了一個什麼 危機狀況上頭 你去要求 要求出來 不是 要強調什麼 強調平時 強調每天 每一個小時 經常就能養成這樣一種文化 這樣的風氣的話 這叫做令術型 術就是平時就能行得通 這套東西 這才能夠真正跟大家 都能夠互相得到好處 與眾相得也 所以這套文字告訴 你要做將軍 你要做CEO 你當管理者 你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 平時如戰時 令術型這種東西沒有駕齊的 就是概念 沒有說 現在 因為剛剛 這個大跑剛完 現在選舉剛完 現在因為 身逢什麼樣的重大的什麼 呃 期間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打一點折扣 不是 令術型 所以這是一句名言 各位同學 這句話要記起來 令字以文 其字以武 四位必須 所以你要先軟後應 你要先禮後兵 先恩後威 各位同學都在講這個概念 令字以文 其字以武 先恩後威 先禮後兵 先禮後兵 知道嗎 先對人家好 你要硬才硬得起來 對不對 沒有一開始就變很硬的 沒有硬的話 人家只是怕你而已 不服你的 要令字以文 其字以文 其字以文 而且還有一個概念叫 塑形 你知道我們不是常 看一個警察 看到一個人 一定問他那個前科 有前科 塑形不兩者 所以塑形講的是平實 平實在講什麼 講文化 講風氣 平實就是有這種文化 所以一個工序裡頭文化非常重要 個人要養成平實好的習慣 就在講這個概念 塑形 習慣 就是有這麼好的一個習慣 所以令字以文其字以文 所以人要罰 要罰之前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 有講罰 老實說是比較少見 你講紀律 但台灣 我們這個社會 有講紀律 大家會認為說你是威權 找威權 大家都很反感 可是走得過頭 走得過頭的話 就沒有紀律 整個社會就是鬆散了 沒有紀律 只能靠法律 法律的話也是一樣啊 就沒有這個力量 所以要文武兼施 先文後武 先恩後威 我們看一個失去了管理智慧的經理人 就不再是管理者 但是一個領導者即使失去了權力 所以照樣能夠對追隨者 發好實力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我有沒有講過 這概念我有沒有講過 為什麼管理者 失去了管理的職位 他就沒有辦法來行使他的管理權力 可是一個領導者即使他下台了 他一樣能夠對行日的追隨者 還好實力 為什麼 稍微修改 魅力一點還是稍微修改一下 這領導者他的什麼 那人家願意幸福 領導者的什麼東西 願意讓人家幸福 他會受到能力 不一定是魅力 對不對 他沒什麼魅力 他很低調啊 可是人家就是服他啊 為什麼 這領導者的什麼 品格 不只是品格 你好品格沒有能力拿得出來 人家不服你 不只是品格啊 還有什麼 所以人家服不是服你的權利 人家服你是服你的什麼 所以你是靠這一套 行走江湖的 即使你有一天不再畏懼高清 人家還是服你 昔日的部署還願意吃你那一套 所以你是靠什麼 你是靠權利嗎 不是 你是靠什麼 恩信 是靠你建立起的那一套 你那套什麼問題很難講 不只恩信 還有什麼 能力 你那一套是可以幫老百姓 幫部署帶來好處的 人家很服你 他吸引你服你 所以即使你退休了 將來一通電話打到 他還是很快出來建立 你懂嗎 人都坐到這個地步 哇那真了不起 可是各位同學有機會 你們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做 這就是看你平時作為管理者 你是怎麼樣的待人 不是只有恩信而已 本事要拿到時候你拿得出來 這是一整套的 一整個package 一整個package 是吧 好吧我們就休息 是吧